爸爸爸你出来一下 哎 来了 哎呀 哎 二米粒我媳妇要去参加选美大赛去了 你知道吗 好事啊 哎 帮着参谱参谱 我媳妇要是穿这件衣服好看不 太怕了 我二姑娘要是穿上这件衣服 那就是个天仙呢 不要 这件呢 你看穿这件行不 这件我跟你说 这件衣服要穿在我二女儿身上 那它就不是二米粒 那是 马一粒 不要 这件呢 这件它要穿上了 那也不是我二女儿了 那是 猪八借她二姨 就这件 你要毁我女儿 这玩意能穿出去吗 猪八我给你一百块钱 你忘了 你是给我一百块 你有目的啊 你不知道这一百块钱是干啥的呀 干啥的呀 爸呀 他参赛这个事啊 你得想办法 好好好 你一定帮我这个事办法 哎 哎 哎 我说 哎 爸 你俩干啥呢 我跟爸 不是马上就要比赛了 你俩当评委呢 咱们预演呢 哦 对对对 好鬼事 赶快赶快吧 好好好 赶快赶快 准备一下 马上开始了 二米粒 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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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米粒 必胜 你好年轻们 大家好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社区啊 要搞一次大型的选美比赛 拿到冠军的 要代表我们社区 参加全省的选美大赛 奖金是五万 而且当场兑现 我们家呢 派出的选手 是二米粒 好 为了帮助他尽草的 进入比赛状态 我们要模拟一次比赛现场 接下来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四位重量级的评委 四位评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下边我们要隆重地介绍一下 一号评委 老范同志 好 接下来介绍二号评委 完美丈母娘 老米女士 谢谢大家 三号评委 钱逊峰 民营企业家 大家好 我请代表我们业界的 几个好朋友 马云 王健林 李嘉诚 预祝本次大赛 圆满成功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 能不能严肃点 接下来 隆重地介绍 四号评委 该评委 是劳动者的代表 被誉为千年难得一见的古典美女 大米粒 闪亮登场 千年等一回 等一回啊 哎呦 哎呦 他什么玩意 这 说几个啊你啊 不是这美女 主持人 我话说有点意思 说谁女儿像屎哥呢 有这么粗的蛇吗 这就是个猛 什么猛 对对对对 他猛 好了 四位评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严肃一点 好 来来来 电话邻居们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本次大赛 夺标大热门 艾尔米利尔女士 闪亮登场 好 二米啊 打起精神来啊 你这次非常可能要获得冠军 为什么 因为你参加的是中老年组 你的对手都是妈这个级别的 连你大姐这个档次都没有 但是大姐夫 我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明白 因为什么呢 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中国大妈已经成为世界品牌了 我绝对不能轻心 对 好的 非常好 接下来是选手自我介绍 开始 大家好 好 好 我叫二米利尔 我今天能能得这个冠军吧 我心里特别的激动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大姐 我的大姐夫 我的老公 金冠加多宝 还有 你干啥呢 你还 什么三助商 你还没比赛呢 还没拿冠军呢 你发表什么获奖感言呢 对啊 我还没得冠冠军呢 对呀 你还没得呢 对不起 我就我有点太自信了 啊 不是 不是 太紧张了 太紧张 别紧张 放松